第四大汉拿大上市 海水你觉得哪个版本比较好啊 你找我就对了我给你推荐几个版本 然后今天去店里了解一下它的提车需要多久 要不我们走 先来看一下全新一代丰田汉拿大的官方指导售价 它目前官方指导售价是26.88万元到34.88万元 它目前全系仅提供有一个提供的提供 一个2.5自吸加电动机的缓和动力系统 想要买纯燃油版本车型的话 只能选择上一代的汉兰达了 作为TNJ架构下的SUV车型 全新一代的汉兰达标配项目得到了比较大的提升 它标配有LED的自动大灯 胎压显示无钥匙进入无钥匙启动 8英寸的中控屏幕 7英寸的液晶仪表 还有自动双温区空调 后排独立空调 紧急救援 还有的就是它的一个四门车窗的一键升降功能 整体来说都是相当的实用 再加上大家吐槽的脚刷 全新一代的汉兰达也升级为了集成自动驻车的电子驻车系统 首先给大家推荐三款车型 以供大家买车进行参考 如果你手握30万左右的预算的话 其实可以选择两驱精英版7座车型 虽然没有TSS安全自行系统 但是它有很多的一个标配项目 例如自动驻车 电子驻车 无钥匙启动 无钥匙进入自动的三温区 独立空调 8英寸的中控屏幕 我觉得对于大部分的一个驾驶者来说 它都是相当的实用 同时啊 这套车机系统 还支持有华为 HiCar 百度 CarLive 苹果CarPlay的手机互联 还有手机APP远程控制等这些功能 对于手机档来说 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福音啊 而如果对于预算比较高一点的用户的话呢 直接推荐两驱的尊贵版7座车型 它拥有更加好看的20英寸轮圈 12.3英寸的中控屏幕 同时驾驶更加轻松的TSS安全自行系统 能满足到一些追求智能科技的一些用户去选择 同时啊 该车机系统呢 不但支持有语音控制系统 还有的是OTA的升级啊 整体来说 已经可以媲美到自主品牌的一些车机系统 如果你预算非常非常充裕的话 可以直接上到顶配的一个 四驱自尊版7座车型啊 相比其他车型来说 它独有有并线辅助 360全景影像 12.3英寸的全液晶仪表 倒车车测预警系统 流媒体后视镜 方向盘加热 前排通风座椅 主驾座椅记忆 后视镜记忆 后排座椅加热 车机系统免不识别 220伏电源接口 11个JBL的音响系统 单色氛围灯 负离子进化功能啊 这些配置直接给你拉满 对于全新一代 哈兰达的E4四驱系统 有没有必要去选择呢 一些北方的 经常有雨雪天气的用户来说 我觉得可以咬咬牙 加11000选择这一套四驱系统 而对于一些 城市比较好的路况的话 直接选两驱系统就已经OK了 其次我们在外观方面 怎么样去区分全新一代哈拉道的高低配车型呢 在全新一代哈拉道的外观方面 它采用更加年轻化的一个设计 而高配车型呢 前后保险杠会有一个银色的试板装饰 低配车型则是为纯黑色的试板装饰 另外在大灯方面呢 它也是区分它高低配车型的一个地方 高配车型采用的是一个正列式的透镜式LED大灯 而低配车型采用的是一个反光万世的LED大灯 然后看到车窗方面呢 它高配车型采用的是一个后排隐私玻璃 提升了后排的乘客的私密性 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另外一个地方 就是它的一个轮圈 高配车型采用的是一个20英寸的高光铝合金轮圈 整体更偏向于美观方面 而低配车型采用的是一个18英寸的5伏式铝合金轮圈 整体扁平体更大更偏向于舒适调性 再者类似方面呢 全新一代的哈拿达延续了上代车型的储物格 非常丰富的这个设计 在同期里面还是相当的出色的 同时类似方面呢 怎么去区分高低配车型呢 高配车型提供有米色以及黑色两种颜色可选 低配版本车型仅有黑色可选 看了一下大家最关心的后排空间表现方面 全新一代哈拿达的后排空间是怎么样呢 前排座椅是我1米8身高的一个舒适座子 然后把第二排座椅调到最后 能得到两拳有余的一个腿部空间 以及四指的头部空间 同时它的后排座椅支持180毫米的一个最大调节范围 同时还有一个较大的靠背调节功能 并且啊 第二排座椅相比上代车型来说呢 调整更加的轻便 方便了第三排乘客上下车 好 我们现在把第二排座椅调整至一拳的腿部空间 直接进入到第三排 整体空间方面相比上代车型是有所缩小的 仅仅有两指的腿部空间以及两指的头部空间 在配置方面呢 除了空调出风口和杯架以外 和同级对手相比啊 它连USB接口都没有 我觉得这点是过意不去的 动力系统方面 全新一代哈拿达的两驱混合动力系统呢 采用的是一个141千瓦 238牛米的2.5升自然吸气发动机 再加上134千瓦的一个前电动机的混动布局 对于两吨多的车来说 它整体还是够用的 而四驱版本车型则是多了一个40千瓦的后电机的一个布局 它们均搭配的是一个ECVT5级变速箱 在混合动力的加持下 全新一代哈拿达的两驱版本在工信部的油耗仅为5.3升 相比上代车型来说 它这一代的养车成本会更加的低 在店里了解到呢 如果你想要买全新一代的哈拿达 你是需要在广汽丰田官方的风云型APP上进行下定 同时目前是没有现金融会 提车周期更是达到3个月 如果是顶配版本车型呢 更是达到4个月的提车周期 同时它还没有官方的一个贷款方案 只能通过银行贷款去购买它啦 大家对于它的一个销售的优惠情况 以及提车周期是选择坦难接受 还是说另一面他车呢 欢迎大家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是异车华海斌 记得关注我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